2024年9月24日,在法国巴黎市中心的康明斯空间,著名青年设计师张鼎云推出了其2025年春夏系列《城市伤痕》。 这一系列通过时装展现了城市生活中的奋斗与竞争精神,首次亮相便引发了观众的热烈反响。 《城市伤痕》系列包含16套独特的服装作品,每一套都代表着一个独特的角色,灵感来源于张鼎云的童年印象与记忆。 设计师以水池为核心元素,象征着生活中短暂的机遇,角色们在这一设定中争先恐后地奔向许愿池,每个角色对稀缺资源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不同选择与境遇。 本次系列就是主要是致敬了这个人生挣扎与竞争,然后灵感来自于城市文化中的拼搏精神,水池代表着意思就是机遇、梦想、目标、信仰, 象征着人生的机会都是短暂一试的,然后整个装置是围绕着水池展开,我们使用了这种电影动漫的手法,打造了所有的人魔,不同的角色, 然后在这里不同的方式追求梦想和成功。 我们有很多环保的一些服装,环绕着这个水的这种概念,一些服装重复制作,在一些已有的服装上面去进行解剖, 拆开,往后重复利用一些面料,然后打造出来一些新的款式在这里。 此次展览为巴黎时装周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思考。 随着《城市伤痕》系列的发布,张景云向世界展示了他对城市生活的独特理解与深情关怀。 这一作品将在未来引发更多关于城市与个体,资源与机会的深刻对话。 通过今天的这个展览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法国时尚行业和服装的设计行业, 更多的交流,沟通,后续的一些更多的合作。 希望这次机会能够融入更多的这个中国文化元素,到我们的设计当中, 让当地的民众更熟悉,更喜欢中国文化。 欧洲卫视巴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